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走后 凤与公主殿下怎么办 丛林伸手接过白脸 问道 仲林 答应本帝君 以前本帝君解决完表落后 会自行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沉睡 但现在看来 怕是不可能了 这一次 本帝君将会语化 所以在本帝君语化后 你一定要替本帝君照顾好玉璽 东华帝君转着手中的黑慈悲 平静又伤感的说 是 小仙遵旨 帝君请放心 仲林行礼道 日子过得很快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玉璽也从沉睡中醒来 东华来到玉璽店见玉璽醒了 走过去问道 玉璽 你怎么样 玉璽说道 我没事 我的仙人已经补齐了 仙法和修为恢复了三成 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闭关调息 对了 东华 三生时 东华说道 玉璽 我说过这不怪你 等你闭关结束 我们再去找女娲娘娘不就可以了吗 不用担心 玉璽点了点头说道 好 东华 我今日就开始闭关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起身走了出去 身后玉璽已经设下了隔音仙杖和结界 开始闭关调息 东华帝君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羽璽店 狠狠心拿起了仓和剑直奔碧海苍林 她准备利用碧海苍林常年充足的灵气 来升起星光结界 彻底进化妙异会明镜 除掉渺落 过了两天 闭关调息玉璽突然感到心口一痛 立刻撤去隔音仙杖和结界 走出玉璽店寻找东华 但是她找了一圈没有看见东华 心中立刻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便开口唤道 众林 众林闻声立刻赶来 行礼道 小仙见过凤与公主殿下 玉璽挥手示意她免礼 急急地问道 东华呢 她去了哪里 众林 你可不要想着骗本公主 众林本来想瞒着玉璽 但是一看玉璽的神情也不敢欺瞒 只好实话实说道 殿下 帝君他去了范英谷 他去进化妙异会明镜 已经两天了 现在怕是凶多吉少 你看他留给你的书信和遗照 玉璽听到这句话 立刻呆住了 说道 什么 他怎么不叫上我一起去 说着 借过了帝君留给他的信 信里是无据细地将帝君坐下 七十一神将 孟昊已经语化和各部族之间的关系 以及以后该如何处理与天族的关系 还有帝君坐下在各处安排的人都一一说明 遇到什么事找谁帮忙 几乎考虑了千千万万年以后的事情 玉璽腿软地直接坐在了地上 看了那封遗照 已经忍不住哭了出来 玉璽说道 众林按照帝君的遗照 是说他让本公主带他回避海苍林 是真的吗 你立刻带本公主去找他好不好 本公主不能让他离开 不能让他有危险 公主殿下 帝君他去范英谷已经两天了 你看这天象 九天星辰已经开始隐落了 这是尊神即将语化的象征 众林伤感地说道 玉璽看了看天象 立刻命令道 众林立刻带本公主去范英谷 众林不敢违抗 立刻带着玉璽赶往范英谷 随后雪越下越大 天空万千星辰次第坠落 青秋众神已经感觉到天象异常 哲言掐指一算 跟白家人说 我们赶紧去范英谷 怕是帝君有什么事 众人听了哲言的话 赶紧念起玉风诀飞向范英谷 范英谷离九重天很远 本来玉璽可以很快赶到 但是他的仙法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也只恢复了四成 当他赶到时 莫冤上神和叶华 以及连宋三殿下等都已经在哪里了 东华帝君已经进入妙议会明镜中多时 眼前万千星辰坠落 疾风暴雨像要把天目撕开一道口子 而东华帝君正手持仓和剑 与秒落在结界内恶斗 东华帝君显然有些历劫 想要速战速决 秒落不依不饶 不断跟帝君缠斗 消耗他的体力 玉璽不顾众人的劝阻 禁止往结界跟前走 丛林急忙拉住玉璽说道 公主殿下 这是星光结界 没有帝君的允许 不管是谁都进不去的 玉璽听了淡淡笑了一下 回头看了看白家众人 转身换出苍云剑就进了结界 白家人惊讶互相看着对方 不是这星光结界没有人能进去 为何玉璽他可以这么轻易的就进去了 哲言笑了笑说 玉璽有和帝君一样的气息 他们本来就一同化身在碧海苍林 本就是一体 白真美好气的看着哲言 老凤凰 你怎么不早说 小九他有危险怎么办 哲言淡淡的说道 他们二仙本就注定有这一劫 又如何躲得过 你拦得住他 让他去吧 玉璽的剑法本来就不错 而且还得女娲娘娘的真传 和东华的悉心教导 进入结界也不理东华 一直击鸟洛与自己打斗 而鸟洛的确厉害 东华和玉璽二仙一起攻击他 他依然可以游刃有余 不知过了多久 玉璽看到帝君脸色越来越差 就是出十足时的力气 直接冲上去用凤雨十八式的剑法 刺向妖尊鸟洛的背部 鸟洛吃痛 转身向玉璽洗来 玉璽看向东华 东华立刻会议 狠狠地将仓河间砍向淼洛的头 淼洛失去了头 依然可以攻击二人 只是东华帝君已经消耗了太多修为 玉璽倒是身姿轻盈 转身披向淼洛 淼洛终于灰飞烟灭 可是那漫天的三毒灼西 却让结界内更加暗淡 东华抱着玉璽坐在地上 问道 玉璽 如今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来 现在你也出不去了 而我要进化结界内的三毒灼西 无暇顾及你 你也帮不上我 东华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你要怎样进化 玉璽问道 玉璽 我修为所剩无几 而且只有我是什么同体 才可以进化这些灼西 待会儿我要用原神和全部的仙人才能彻底进化 等一切结束 结界自然会消失 你要听话 不可以胡闹好不好 东华看着玉璽的眼睛 说完了此番话 玉璽明白东华此去凶多吉少 可是他没有哭闹 没有阻拦 只是眼泪不断的落下 东华 我不舍得你去 可是我不能自私的拦着你 我等你 无论怎样我都等着你 你一定记得我 早点回来找我 玉璽等着我 我会回来的 我要生生世世都待在你身边 记得带我回家 说完 东华帝君转身飞向空中 一个巨大的光环出现空中 东华帝君留恋的看了眼他心爱的女仙 瞬间光环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那黑色的三毒灼兮兮 如见被光环笼罩 直到消失殆尽 东华帝君的身体像羽毛一样从空中飘落 天地间百受哀鸣 暴雨如注 坠落的星辰划过天空 四海同碑 很多仙魔得到消息 等到了范英谷 见证了这位天地间最值得敬仰的上古尊神为守护四海八荒陨落 众神摸奇奇的跪在地上 神情悲哀 玉熙飞身借助了神尊的身体 缓缓的落到地面 早已泣不成声 东华 别走 你说过你去那里都带着我的 我要陪着你 你等我一下 他完全忘记自己答应过他什么 他只知道他去哪里都不该丢下他 玉熙一把抓起苍云剑 直接就往自己脖子上架 还是莫愿眼疾手快 一招过去玉熙的剑已经脱手 可是烟红的鲜血 已经染红了玉熙白熙的脖子 地落在衣服上 哲言急忙上前帮玉熙止血 丛林剑状大惊 他实在没想到凤与公主殿下 在知道帝君要跟他回避海苍林后 还会如此决绝下次狠手 他以为帝君已经留了希望给他 他就会乖乖的不胡闹 他心惊的看着鲜血直流 却面无表情的凤与玉熙 将帝君的遗诏呈上来 跪在二人身边 声音悲哀的说 凤与公主殿下 你可不能想不开 帝君还要跟你去避海苍林 你走了 谁照顾他 谁等他回来 跪在外围的帝君坐下 七十一神将也齐声 劝凤与公主殿下节哀保重 连颂神色悲哀的看着此情此解 感叹二人如此情深 却天意弄人 玉熙对一切都置若罔闻 呆呆的坐在雨中 任由雨水将他和帝君交了个头 才想起来给自己和帝君设了一个仙障 又坐着一动不动 仿佛一座雕塑 天君厚德虽然悲伤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